不是我的东西 我不掩馋 不看 音音的意思 是要听师娘的话 离开我吗 只要她不离开我 我什么都告诉她 住在西旋山这几年 我一直怕这件事情被暴露 所以我一直都在隐瞒 此次掌门派我下山 我知道这件事情 迟早是要暴露的 有几次 我一直想告诉你 但是话到了嘴边上 我又失去了勇气 首先我们又没有杀父杀母之类的 灭门之仇 其次你也说了 你不喜欢孤仙子 难道 你在入西旋之前已经有了婚约 还是已经成亲了 你在天马行空地想一些什么呀 如果我真的成亲的话 我怎么可能又来招惹你 让你伤心呢 当然比这件事情更重要了 我不是哲仙 我是假冒的 我一直在隐瞒这件事情 我怕没有机会进入西旋 我怕没有机会再见到你 我怕我身份被揭穿之后 连累你 被天下人耻笑 你